今年的施政报告原定是在10月中发表的 但在发表前两天我亦都交代了 由于今年的施政报告是非常重要 经过了我们年多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的萎缩 市民希望能够看得到香港经济的前景 我亦都为此向中央提了一系列 可以为经济注入新动力的措施 得到中央非常正面的回应 我当时就决定了应该是用多一点的时间 和中央的部位亲自商量 所以亦都去了北京几日 今年我们都是用这个负偏的形式 来详细介绍 不但过去一年的工作 是自本届政府开始以来 这三年多在每一个政策范畴 我们是答应了每一项的政策措施 落实的情况 希望能够做到全面交代一目了然 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和符篇里面 我们是额外再提出200项的新措施 我会想来访评论 就是在这边的联系里面 我们是额外再提出的 我们是额外的新措施 我们是额外的币